尊敬的大德法师 各位同参导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每天念佛 很多连友呢 还是提出了疑问 就问 要怎么念佛 才能够如法 才能真正收到念佛的功效呢 这也是我们每个念佛人想知道的 还有人就说 我们做到了一心不乱 就有了往生把握 那如果我做不到一心不乱 我们最低往生的条件 到底是什么呢 那今天呢 我就用老法师的几个开示 一一给大家做一个回答 这个开示非常重要 能解答很多人的疑问 希望大家都能把它听完 老法师开始说 念佛的功用 是要把我们的真心给念出来 真心是什么 就是菩提心 也是无量寿经经体上所说的 清静心 平等心 绝而不靡的心 绝而不靡就是大彻大悟 明心见性 能念到绝而不靡 这个功夫就是静宗 所讲的理一心不乱 念到清静平等 是是一心不乱 那是决定往生的 没有达到这个功夫 至少我们也要念到功夫成片 什么叫功夫成片呢 功夫成片 是一心不乱 最底层的功夫 也就是决定得生净土 生净土 就是亲近阿弥陀佛 一生当中决定正德无上菩提 也就是一生肯定能成佛 这是念佛目的之所在 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最低条件 那到底是什么呢 前面讲的功夫成片 是你可以自在往生了 信愿具足 散念也可以往生 这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最低条件 散念是什么呢 散念就是没有定课 我一天要定的功课 这就不是散念 不定功课就是散念 你有空了就念佛 有事就去办事 这叫散念 信愿坚定 一丝毫的怀疑都没有 祖师讲得很好 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 往生的品味那是念佛功夫的高下 四土三倍九品那是念佛功夫的上下不一 如果讲往生真信切愿 这个人决定往生 在弥陀要节里讲的 应光大师非常的赞叹 所以这个法门叫义行道 但是这个信愿 我们必须是真信切愿 真正能做到真信切愿的 其实并不多 一般人讲这个信愿都是假的 不是真的 为什么呢 对于这个世间有贪恋 你还有放不下执着 这就是假的 事缘没有放下 争名夺利 你怎么能往生呢 真信切愿的人是什么呢 是对于世间名文立养 不关心了 全部放下了 身体在这个世间的时候 总是随缘 什么都好 决定没有丝毫的计较 没有丝毫的执着 这个决定能往生 你对这个世间有没有看破 这个世间 金刚经上说的好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波尔经上尤其讲的透彻 一切法无所有 必尽空不可得 所以真正明白了 彻底放下了 没有一样不是随缘的 怎么才能念到 清净心献前呢 一般人念佛确实很着急 因为念佛的时候啊 杂念太多了 功夫也不得力 妄想太多 疑虑也太多 与大师智菩萨 在冷言经上给我们说的念佛的标准 有很大的差距 大师智菩萨是念佛成佛的 他就是修念佛法门的 也就是我们这个经上所说的 发菩提心一项专念 他也是修这个法门成功的 也是这八个字成就的 他教给我们都设六根 敬念相继 这就是念佛最高的指导原则 都设六根就是把妄念收回来 念佛的时候决定没有妄念 六根真的收射住了 敬念相继 用清净心念佛 一生一生不间断 这就叫真念佛 这句话说起来挺容易的 做起来的确不容易 于是大师智菩萨现身说法 到我们这个世间来了 是谁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们静宗十三祖 灵言山阴光大师 大师智菩萨的再来 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 距离我们大概六七十年 也不算太远 他老人家一生念佛 怎么个念法呢 他念佛的方法 确实能够得到 大师智菩萨所说的 都设六根 敬念相继 方法很简单 要有耐心 有恒心去念 所以这个地方讲的 不问贤忙 不拘动静 行 住 坐 卧皆可修之 什么时候都能够修 睡在床上念佛 也可以修 但是睡觉的时候 不要出声 出声会伤气 对身体健康有障碍 躺在床上 念的时候要默念 不出声念 但是这个方法 一定要遵守 那就是佛号 从心中生起来 心里头真有佛 有阿弥陀佛 从口里念出来 念得要清清楚楚 所以念佛 不要太快 慢慢的念 你才能得念佛三昧 念得太快了 心浮气躁 不容易得定 得定才能开智慧 心浮气躁 是不可以的 印祖念佛 一个字 一个字的念 我们用四个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每一个字 念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听得清清楚楚 自己听 自己念佛的声音 也要听得清楚 第三个 是记得清楚 不要用念珠 用念珠 就会分心了 用心去记 就是记第一句 到第十句 念到第十句 再从第一句 到第十句 第一句到第十句 就可以了 不要二十三十 不要这样的记法 印祖一生 用这个方法 很管用 我们念佛的时候 就不会夹杂 不会有妄念 你越念越欢喜 功夫就得力了 越念越清净 大师至菩萨 献身来教给我们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这就叫一向专念了 最重要的是这个数字 晓得我这一生佛号 是第几生 就是十生里面的第几生 不断的用这个去重复的去念 去记 你越念越欢喜 越念心越清净 真的可以养神 世间人讲可以养生 健康长寿 把心底里的烦恼 杂念 全部念掉了 与阿弥陀佛生生相应 古德所说的 一念相应 你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我们在这里念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听到了 这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它能够起感应道教的作用 根性立的 念三五天 就像原通章上所说的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有人在梦中见阿弥陀佛 有人在定中见到阿弥陀佛 这个见佛 佛给你是一个鼓励 给你一个信心 我们决定不求见佛 有心去求就不好了 有心去求 摩就得其变了 摩会变成佛来欺骗你 所以我们不求 老实念去 自自然然就会见到 阿弥陀佛需要鼓励你的时候 它就会现象给你看了 希望大家看了这个视频 给我们念佛都增加了信心 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 什么都不要去想 就是平静的心 平等的心 清静的心去念 不夹杂 不怀疑 一心专念 一枚深入长期寻修 没有一个不往生的 最终我们都会与阿弥陀佛见面的 都会回极乐世界的老家 希望这个视频能让大家受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 请点赞 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此一世 spreadshe видите 别人 阅 团呆 yscy 好 儿eks 媳末 resurrection 出去 都每个人